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們這部電影 時間是1986年 今天美國正在舉辦一場 將600萬人聚集在一起 牽手橫跨美國 對抗飢餓的慈善活動 同天晚上 女主角亞蒂雷德 和父母一起到一處遊樂園玩樂 然後她趁著父母不注意時 偷偷跑到旁邊海灘上 不打勿撞的 進到一間鏡子迷宮屋 可是近來沒多久 電源卻突然關閉 周圍陷入一片漆黑 為了緩和緊張氣氛 女主角吹起口哨 在迷宮裡尋找出路 但吹著吹著 不遠處竟傳來相同的口哨聲 更恐怖的是 她竟然在鏡子裡 看見一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女孩 嚇得她魂飛魄散 雖然她平安逃出迷宮 卻因此事受到嚴重心靈創傷 無法再開口說話 幾十年後 長大成人又能說話的女主角 有了自己的家庭 分別是老公男主角阿蓋 女兒小拉 兒子小傑 不過她內心並沒有痊癒 始終沒忘記過去那件驚悚的事情 這天 女主角一家人來到海邊小屋度假 只是這離那個遊樂園很近 勾起了她不好的回憶 受不了的她 便將國王告訴男主角 希望能早點離開這 可是才說到一半 小屋卻突然停電 這時小傑跑來告訴他們 有四個奇怪的人 莫名其妙手牽手站在屋外 女主角健壯 心中無比恐懼 立刻拿起電話報警 男主角也上千叫嗨 要他們快點離開 可是不管如何威脅警告 對方說不動就是不動 還很突然的對小屋發動攻擊 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更是直接拿球棒從這門殺了進來 還打傷男主角的腿 其他人則從小屋周邊 咻咻咻進到屋內 將主角們團團圍住 此時主角們就注意到 一件超級詭異的事情 眼前這四人 竟和他們一家長得一模一樣 接著 和女主角長一樣的女人 稱她為小紅把 就用撒牙不清的話語說 很久以前有個女孩 她有一個影子 兩者緊緊相連 當女孩吃溫暖食物 玩好玩具 嫁給白馬王子時 影子卻只能生吃兔子 玩會磕斷手的玩具 被迫與不愛的人在一起 所以影子討厭這個女孩 影子要多分屬於自己的一切 說完後 雙方就發生了一段很複雜很激烈 本肥卵的講的碰撞 反正男主角成功幹掉她的影子 一家人也順利逃出小屋 急忙來到附近 也帶著度假的朋友家求助 沒想到的是 朋友一家人 竟然也被影子偷襲殺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影子不只四個嗎 總之主角們來了個四打四 靠一部完美會戰幹翻朋友們的影子 得到了喘息空間 他們也趕緊打開電視 看看有沒有相關情報並得知 原來影子不只這些 目前影子已經大量出現在整個國家裡 影子們還手持剪刀拼命殺人 甚至手牽手連成一條線 女主角看到這 認為此地不宜久留 便要大家快點上車 逃去別的國家才安全 可是才剛上車 小拉的影子卻出現在前方 那負責開車的小拉見撞 惡話不說 直接撞給她死 主角家庭的影子馬上複一 之後主角一家 沿路開車來到遊樂園附近 也發現這裡 到處都是被影子殺死的人 而小潔的影子 就突然從地上爬起 出現在他們面前 女主角一看 懷疑有詐 立馬下車想確認狀況 此時車上的小潔 想到如果影子和自己個性相同的話 這肯定是個陷阱 便叫其他人迅速下車 果然 這裡已經被影子撒了汽油 對方還準備用火柴點燃 好險小潔靈光一閃想到 如果影子會跟著自己行動的話 她就能控制影子 走進後方的火焰自殺嘛 但才剛掛掉影子 一直躲在暗處的小紅 就跳出來抓走小潔 女主角聽到男主角的呼喊後 才警覺事情不對的追了上去 並一路來到遊樂園 來到那個令她厭惡的海灘 恐怖的是 海灘上竟然站了一堆 手牽著手的影子 不過為了救回小潔 女主角也顧不了這麼多的 直直走進鏡子迷宮屋 在穿越了無數鏡子後 她就找到一扇奇怪的門 沿路進去 更是找到一條不停通往地下的通道 甚至還有一座手扶梯 往下走了好長一段路後 出現在眼前的 是又深又廣 不知道通向哪個隧道 周圍還有一堆兔子 和人類生活過的痕跡 幸好女主角運氣值點很高 隨便拐兩個彎就找到小紅 她也趕緊要小紅交出孩子 小紅則告訴她說 在美國的地底下 有長達數千公里 無人知曉的地下通道 不知從何時開始 有人在這做恐怖的複製人實驗 還試圖透過靈魂連結 讓住在地下的複製人 可以操控地上的本尊 但實驗失敗了 複製人不只無法控制本尊 還因為靈魂連結的關係 只能按照本尊的意志行動 因此失敗品 銀子們 就被丟棄在地下通道 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 很久以後 其他複製人從她身上 看到脫離現狀的希望 所以她帶領複製人們 計畫了數十年 要回到地面殺掉本尊 躲回自己的人生 也順便向全世界宣告 他們的存在 說完後 雙方就又打了起來 為了能生存下去 一定得有一邊消失 打著打著 女主角就用一招反身攻擊 將小紅給捅趴 小紅則用盡力氣 吹著當年的口哨 被勒住脖子斷了氣 最後 女主角找到 被關在鐵櫃裡的小結 兩人也平安無事 逃回地面和家人團聚 但坐上車離開的女主角 卻露出詭異笑容 開始回憶過去 原來 在1986年的那個夜晚 其實真正的女主角 見到銀子時 就被對方掐暈 帶回弟弟用手銬靠在床上 銀子則搶走她的身份 回到地上生活 這也是為什麼 她回到家後無法說話 因為地下的複製人 本來就不會說話 剛才被殺的小紅 才是真正的女主角 現在這個 只是奪走她身份的複製人影子 那真正的女主角 能成為領導者 就是因為她不是複製人 而影子們會模仿1986年 手牽手慈善活動來宣告存在 也是因為 這是她最後有印象的大型活動 那其實電影裡 有許多細節 早已暗示女主角的身份 但我才不要告訴你雷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如果有複製人 拜託給阿肥一個美女 阿肥一定會在她的陪伴下 努力讀書 成為一個有用的人